大家好,我們是曹堅黛 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主題 首先,我想說的是我們要做這次主題的原因 第一,是因為我們主上的同學有養 第二,是因為這個主題很少見很特別 而且我們想藉由這次的主題 喚起大家對水族館的喜愛與關心 然後也藉由這次的主題讓社會大眾重新重視海洋生態這個問題 再來,我想跟大家解釋為什麼要叫曹堅黛這個名字 首先,曹堅黛是我們在靠近海洋時最先接觸到的地區 所以跟這次的主題很符合 而且附有很多的生態、植物在曹堅黛 所以我們取名為曹堅黛 再來,我想介紹一下我們的模型的特色 首先,我們只擁有兩種至三種的美材 第一,是日本安藤中雄的清水模 再來是模式結構 接下來,就換我的兩個同學來幫你們介紹模型吧 大家好,我叫附近 然後,這一棟模型的名稱叫做巡團 然後呢,現在來給你們講解它的外觀 它的外觀呢,我們的主要是以清水模 以模式建築組合而成的 主要模型會以壓克力做成大片玻璃的樣子 然後是讓採光能夠更好 然後呢,我的模式呢,主要是以烘魚的樣貌 然後做成幾何圖形的 然後連續循環下去 然後呢,清水模的部分呢 這裡能夠為大家遮陽 然後做成一個七樓式建築的樣子 室內空間呢 我的規劃是門口移進去呢 可以直接看到魚缸 然後會看起來 室內空間會看起來比較寬廣 然後空間的配置呢 大部分都是比較大型的路 讓大家可以盡量的走進去 然後這邊是有 我的圖是有 南下 東下 西下 以及北下 那南下的部分呢 就是現在大家看到的 主要模型的部分 然後這邊呢 有我的3D建築 大家好,我叫康芳瑜 就用作品名稱叫做潮系 現在就由我來跟大家介紹 空間機能及外觀造型吧 首先清存的部分 是參考日本大師安城中求的 光之教堂而來的 並且搭配了大量的玻璃帷幕 達到採光及視覺比例美感的 然後再來是 模式建築 這個模式呢 是 以兩種魚鱗造型 搭配排列而成 這也是使我們 製作過程中最困難 最繁複的一部分 但是它也讓我們的整棟作品 更加的有特色 被人注目 最後我要介紹我們的空間機能 這個南向力念圖呢 是這個方位 東向是這裡 西向是這裡 至於北向就是背面 這是我們的室內平面圖 我們主要是以寬闊不擁擠 改善了一些動線問題 家具部分呢也叫少量 但是又不施裡面的設計 然後這是我們的 那個 電腦算出來的圖 這樣 這是我對這張作品的介紹 謝謝大家 好 最後 我想來幫大家 總結一下我們的模型 首先 你們看到的就是 我們這台 水裡 跟水外面的展示效果 因為 我們要用這個魚缸 結合我們水族館的特色 所以我們才用魚缸 分成兩半是為了視覺美感 然後 最後 我想跟大家說 謝謝大家看我們的影片 看到現在 我們 得獎非常開心 希望 以後 有機會 我們也可以 讓學弟妹 吸收我們的姿勢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掰掰